如果你让我过去 回去不让你给我生孩子 十年时间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虽然吸引多年 但未来仍是王者 一念关山的团战简直太容易 流畅的动物 炫富的机关 相互信任的佩服 任如意的一招一事 都打尽了我的心里 就在不久前 如意找宁远舟生孩子 悲剧的消息 已经在使团上下船的人尽皆知 六道堂的护卫们 纷纷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于是在任如意小姐姐面前 疯狂开评 尽可能展示自己的魅力 这一幕把宁远舟看不回了 当即给了前兆一个眼神 都把衣服给我穿上 前头 爷呀 我们又不跟宁处抢 宁处不愿意 在得知如意姑娘 仅用一片树叶 便可杀人与无形后 众人才纷纷打起了退堂 随后宁远舟去找如意 替手下的荒唐行为 给其道歉 可对方压根不在意这些 夜里众人商讨正事 得知丹阳王派的 亲信周健将军 打算在他们途中的路上灭口 以防真的将皇帝迎回国 周健是一方将军 手下将士成千上万 可使团却仅有区区几十人 擒贼先擒王 如意打算去暗杀周健 可他内力只恢复了一半 宁远舟不放心如意的安危 便不同意他刺杀的想法 但又为了避免同事牺牲 宁远舟和于十三等人忙碌了一夜 想出了一个妙计 感到无聊的如意中途离开 为了防止丹阳王派人暗杀公主 如意在其房间放了只珍珠鸟 此鸟对毒烟十分敏感 若是有人放毒烟 他便会惊叫 接着又在窗户挂上玄灵 有刺客一碰就会想 女官 孤 孤枕难言 特令你 入围相伴 如意一把楼起公主 随后坐在床榻之上 随后借机交她 诸一为对付各国节度使 大多会献上美女试探查真 如果不想暴露男扮女装 就要学会镇定应对 我怎么个镇定法 第一 皱眉 第二 身子不动 第三 轻轻说两个字 脏 滚 于是公主有样学样 脏 滚 可下一秒考核难度再次升级 殿下恕罪 可奴 真的是无处可去 求殿下联系 无礼 来人呢 把这剑柄拉出去 我 我刚刚见到队吗 还行 隔天令远周带着伪造的丹阳王书信 独自来进了周剑 周剑检验过后 发现信件上的确是王爷独特的秘密 于是没有多想便给使团放了信 王宫内得知截杀失败周剑被耍的消息 丹阳王大怒 刚于打算亲自出宫解决此事 却被皇后的人请来 皇后质问丹阳王为何截杀使团不让皇上回国 丹阳王据谎称说是舅舅永平侯下的恋 我喜欢圣上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只有她 才能让我成为大巫最尊贵的女人 她抓着皇后的手 说自己一直都没有取正费 为的就是你 皇后流了一滴泪后 一把甩开自己的恋爱脑说道 本宫更想做太后 做皇后 一切尊荣只能来源于你的宠爱 可是做太后 在儿子亲政之前 一切权力都会掌握在她自己手里 另一边周剑发现被骗后 带着千人大军飞速朝使团追来 众人知道一定会被追上 这场硬仗躲不掉了 如意人狠话不多 向原路要了两枚雷火弹 便飞身上马朝身后奔去 紧接着淡定一丢 炸开了两侧的山路 然而惨烈的战争 最后还是一触即发